周二晚上加州西海岸野火肆虐 Feddy Project at Red 宣布推出DLC 而在网络世界的最深处 一位名为Super Composite 的音乐艺术家突发奇想 他利用AI驱动的艺术进行实验 通过将文本、提示输入到机器学习系统 如Stable Diffusion、DALEE和Mid Journey 一开始似乎一切都正常 动物、风景、树木、人类、形态、AI驱动的艺术潜力无穷 于是他决定挑战这个系统的极限 并输入以下内容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但这是你第一次向我寻求建议 马龙白兰都、马龙布拉德的姓氏 这肯定是一个测试 人工智能能力极限的提示 奇怪的是 他输入了一个修饰符 负一也被称为一副提示 权重 他会告诉AI 他们正在寻找一张与提示概念 尽可能相反的图片 坦白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 因为它就是让你知道 AI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以及AI认为相反的日常事物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们认为日常事物的相反是什么 如果我问你与鸟相反的事物是什么 你的大脑肯定会死机 努力搜索着可能的事物 发送提示后 Sewer Composite 耐心地等待了几分钟 最后一幅抽象的天际线图片出来了 下面似乎还写着两个字 Digita和Pentix 背景似乎是白纸上的文 Sewer Composite 转念一下 如果把这幅图逆转 是不是就会得到一张 马龙式白兰都的那个照片 于是呢 他就输入了另一个提示 并把它发送到这个新奇的未知领域 结果屏幕上出现了四张 非常不可思议的图片 一个脸颊上有严重九扎鼻的那个老女人 她有突出的颧骨 深色头发 可在客厅里看到 看起来像是一家医院的浴缸里 靠着一面绿墙 上面只有一个可辨认的单词 L-O-A-B 或O-A-B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Super就想出各种各样的实验来 研究L-O-B 好奇L-O-B 为什么 以及如何会存在 最终他采用了一种名为 AI图像杂交的方法 将L-O-B的一张照片 与另一张完全独立的照片相结合 然而这种结合并没有导致L-O-B的消亡 结果是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通过某种新兴的统计事故 这个女人的一些东西 与极其血腥的和AI世界知识分布中 恐怖的图像相邻 由于使用附体式 权重找到了L-O-B 它的整体是由一系列特征组成的 这些特征与某物同样有点遥远 但它的综合特征仍然是 AI的一个连贯概念 几乎所有的后代图像 都包含一个可识别的L-O-B 在几乎每张图像中 L-O-B都很明显 并体现了令人厌恶和不可思议的物理表现 这个AI正在创造图像 完美地封装了我们害怕的东西 包裹在一系列情况中 如家庭肖像 然后在办公大楼里闲逛 就像耶稣基督的转世一样 笼罩着孩子们 甚至站在旁边 看起来像是他自己谋杀后的结果 但是呢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因为L-O-B和畸形残缺图像之间的关联 才刚刚开始萌芽 天使走廊加上L-O-B 还产生了大量的学心艺术品 可能很少有人愿意看 但这里呢 有两个 当然还有更令人不安的 那些都是肢解 尖叫的孩子的边缘图像 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 我就真的不发出来了 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以及他们所传达的绝望 恐慌和悲伤 可以说有某种吸引力 这些图像 也是由其他图像作为输入 生成的 没有文字 他们是L-O-B 与其他事物图像杂交的结果 L-O-B这个形象在AI的眼中非常扎眼 它可以和其他图片 混合伸出新的图片 然后这些新图片 再和别的图片混合 就像繁衍后代一样 即使不再使用原图的话 L-O-B的特征依然能一代代传下去 这就是AI探索 L-O-B这个世界的过程 就像 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 L-O-B也非常顽强 即使这种AI试图通过扭曲或变形来消除它 它还是能以各种奇形怪状的形式出现 比如孩子呀 黏在人体上的东西呀 被困在时间里的雕塑等等 这些场景都让人感到不舒服 仿佛L-O-B在这些图像中挣扎求生 L-O-B就像隐藏在黑暗中的鬼魂 被困在恐怖的画作中 显得格格不入 它有时被遗弃 有时被困在深蓝色中 有时被冻结在无尽的痛苦中 不断地分解L-O-B 然后又把它重新拼凑起来 就像玩弄一个恐怖的玩具 L-O-B就像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岛屿 隐藏在这个AI的内部空间中 我们无法用文字来定位它 但对于AI来说 L-O-B和文字概念一样重要 都是一个强大的汇聚点 通过L-O-B就明白了 图像提示就可以作为一种自定义参数 来探索AI的思维方式 AI可以创造出全新的风格和角色 这些都是AI自己发现的 负面提示就可以帮助AI找到意外的产物 就像那个L-O-B一样 这就是L-O-B故事的结尾 AI承诺会继续分享L-O-B的新图片 而且它也兑现了这个承诺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不断添加新的L-O-B图片 这个帖子记录了整个L-O-B探索过程 就像一个奇怪诡异梦幻般的冒险 这个帖子揭示了这个神秘的AI图像生成器 对L-O-B这个特定形象的痴迷 我们还记得最初的提示是 马龙白蓝度相反的形象 但生成的图像却与人类的想象完全不同 它是一幅抽象的城市天际线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图像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后会引起这种难以解释的这种恐惧 如果你输入的提示太具体的话 你可能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可以说AI在某种程度上 受到你输入内容的限制 但如果你把提示变得更模糊 让AI自由发挥 那就会创造出有趣的东西 就像Lovie一样 还有很多异常现象 隐藏在AI的内部空间中 这个空间是AI用来重现 它学习过的特征的地方 类似的例子非常的多 比如一个推特帖子 有人输入了一个完全虚构的单词 却得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恶魔的这种图像 人们把它叫做Krangus 这听起来很可怕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发现它 这个系统不仅擅长创造 令人不安的生物和面孔 AI的奇怪之处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有时你输入一个看似普通的提示 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吓人结果 实际上我最喜欢的AI奇异例子之一 就可以追溯到几年前 让我们暂停一下 然后回到过去 在2019年 一个匿名程序员 自称至于AI对话的女孩 开始使用生成对抗网络Gant 来模拟人类大脑 Gant通过机器学习训练 可以吸收数百万个现有的刺激 来创造一个新的想法 在这个例子中 系统被要求创造一张脸 在浏览了数百万张现有照片后 他吐出了这张照片 然而程序员有一个好奇的想法 由于AI的世界观 完全取决于它的输入 如果它忘记了它训练的内容 这会发生什么 因此程序员关闭了AI神经元 直到这张脸变得完全无法识变 何成芬 结与人类精神疾病之间的相似之处 非常明显 这个项目就像一面镜子 让我们窥探神经科学领域 以及我们作为个体 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 当这张脸 逐渐扭曲成模糊的记忆 剩下的神经元就拼命地想填补空白 最终的结果 令人难以忘怀 直到今天 这仍然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AI器官之一 Lowell是一个令人牢骨悚然的案例 它成功在网络上扎根 但它的起源和AI 为何如此痴迷于它独特的面部特征 并将其与恐怖令人不安的图像联系在一起 目前尚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Lowell的坚持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启示 我们知道AI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提示 创造出主观上美丽合成的艺术 这就展示了现代技术的巨大潜力 既然AI可以创造出美丽的东西 那它肯定也能创造出与之相反的东西 合成艺术的应用和潜力才刚刚开始 Lowell确实吓到了不少人 那么AI的广袤深渊中还隐藏着什么 当我们发现它们时 它们又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